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陈的书桌。 我看着面前的沈氏总裁和总裁夫人, 场面一度有些尴尬, 毕竟,看着他们见到我时, 那通红的双眼颤抖的双手, 我的情绪也被带动了起来。 在沈母过来的时候, 我已经张开了双手, 眼眶通红,正要迎接她的拥抱, 并且做好了架势, 要撕心裂肺地喊一句, 爸,妈, 再和他们抱头痛哭一场。 但我没想到, 对方身体在即将碰到我的时候, 却突然顿住, 看着我身上的油污渍, 忍了忍,没忍住, 捂住嘴,先呕了一声, 全吐在了我身上。 而这个时候, 一道声音响起来, 仿佛在说我不懂事, 姐姐,妈妈她受不了这种味道。 我这才发现, 他们后面还站着一男一女, 女孩穿着白白净净的衣服, 柔柔弱弱, 身上的干净和有教养举止, 与我形成鲜明对比。 刚刚的声音就是她发出来的, 我刚要说话, 神母捂着嘴, 又要吐。 经理彻底冷了脸, 呵斥我, 还不快去洗洗。 我看了这对妇人一眼, 见她们没有任何要阻止的迹象。 刚刚的情绪荡然无存, 但我也没有闻别人呕吐物的习惯, 所以还是先去洗了个澡, 换了身衣服, 再回来。 然后看着那个女孩, 朝着所有人问, 这是谁? 沈父沈母还没说话, 那个少年就将女孩护在身后, 皱眉, 仿佛忍着不耐, 这是念念, 以后就是你妹妹。 我瞬间就明白了, 这应该是那个假千金。 他们认我, 竟然还带着那个假千金。 我朝着自称是我父母的人看过去, 问, 你们知道我之前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吗? 几人都不说话, 看来是知道了。 我眼中不无戏谑, 所以, 你们知道, 还带着她过来, 是怕一下子气不死我, 过来补一刀。 沈母看起来想拉我, 但伸出一半, 又止住, 估计是怕我没洗干净。 最后, 还是站在我两三米远的距离, 有些愧疚地说, 念念知道这件事, 一直很愧疚, 也很心疼你, 想要过来一起看看你。 从他们闪躲的言辞里, 我知道了, 这些人并没有 让沈念念搬出沈家的打算。 哭得比我这个从小被虐待的人还要可怜, 那么愧疚, 那看到我, 为什么第一时间是指责我身上的味道中? 我味道中难道不是替你在受罪? 而且, 我看你的意思, 这是让我回去, 但不打算把位置让给我, 还想霸占着。 沈念念浑身僵硬, 我, 我没有, 他旁边的少年脸色铁青, 将他护在身后, 送摇枝。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是念念找到了你? 要不是念念, 你现在还回不了家? 我点头, 嘲讽地看着那个少年, 也就是我的亲哥哥, 沈艳辰。 看来沈念念是沈艳辰的心肝, 我这一句话, 就让他受不了。 可是, 我作为他的亲妹妹, 被虐待毒打了十多年。 在这样的地方干苦活, 他也没问过我一句。 我轻笑, 所以我的亲哥哥, 是要我这个被虐待到差点死了的人, 谢谢他替我享受了十七年的荣华富贵, 还要感恩戴德他, 不计前嫌, 同意让我回家, 是这样吗? 沈念念有些慌乱, 咬着唇, 就要晕。 但他还没倒下去, 我就晕了过去。 沈念念晕了一半, 顿住了, 手指紧紧地捏住, 眼眶勤着泪, 死死地盯住我。 我又爬起来, 不好意思啊, 你继续晕, 毕竟吃山珍海味的人, 不如我这种小时候翻垃圾桶捡东西吃的人, 身体健康。 我这话, 像是戳了沈艳辰的肺管子, 送瑶芝, 你够了没有? 从见到念念, 你就这么针对他, 你说的这些, 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我们这不是要带你回家了吗? 你何必揪着不放? 一提再提, 既然如此, 那我就不提了? 直接动手, 我过去, 抄了一把椅子, 一把朝着沈念念头上砸了过去, 沈念念被砸得呀, 地尖叫了一声, 这下子是真的朝着一边倒了下来, 头上血柱喷涌, 沈艳辰赶紧过去, 将他抱起来, 愤怒地看着我, 送瑶芝, 你是不是疯了? 念念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 我不会放过你, 我歪着头看他, 可是哥哥, 这是过去的事情了, 你何必揪着不放? 还要找我算账? 你? 他被我堵得面红耳赤, 说不出话来, 沈父皱着眉, 沈生, 快送念念去医院, 又转头看我, 瑶瑶, 我们都知道你过得苦, 可这件事和念念没关系, 不是他的错, 他也是受害者, 什么都不知道, 你别把错怪在他身上, 他真的是好大一个受害者, 但我还没说话, 刚刚要抱我的神母, 就责备我道, 自从知道这件事后, 念念也很自责, 你别这样, 会让他很难做, 原来, 我这样, 会让他很难做呀, 可是他们不知道, 昨晚, 他们的女儿, 在得知自己的亲生父母是他们, 想跑出去认亲的时候, 已经被他父母虐待致死了呢, 而我, 只是一个借用了他身体的穿越者, 如果昨晚他没死, 以为自己只要认回亲生父母, 就能得到救赎, 面对这种情况, 不知道该多绝望, 既然他这么无足轻重, 那我就要让这些人好好记住他, 沈家的人很快就将沈念念送去了医院, 我那一椅子砸得不轻, 沈念念头被砸得凹了一块, 剃了那里的头发, 缝了针, 本来医生让他住院, 但他看了我一眼, 明显是怕我把他的身份抢回来, 不可能住院, 于是我们一起回了家, 我看了一眼他的头发, 很重肯的评价, 你头发剃了呀, 那里听说凹了一块, 就算好了也不可能再长头发, 以后都会好丑吧, 丑对每个女孩都是致命的打击, 沈念念立马哭了起来, 沈家的人显然心疼坏了, 说, 瑶瑶, 你怎么能这么说念念, 你知不知道他是跳舞的, 我反问, 我不说, 他就不丑了吗? 沈父刚要说话, 电话响了起来, 那边不知道说了什么, 等挂了电话, 沈父一脸慌乱, 小义他出事了, 他看了我一眼, 瑶瑶你能不能跟我们一起去一趟医院? 我奇怪, 别人生病了, 为什么要我去医院? 等到了地方才知道, 原来, 他们的小儿子沈亿, 三年前被查出患有血液系统的疾病, 需要进行骨髓移植, 但他们的配型都不成功, 也没有找到适合配型的人, 难怪刚刚找到我的时候, 那么激动呢? 沈父说, 瑶瑶, 你能不能配型试试? 我问, 我为什么要试试? 沈彦辰和沈母仿佛我说了一句桑尽天良的话, 她是你亲弟弟。 啊, 这个时候, 想起来, 我们是有血缘关系的人了, 从他们找到我开始到这之前, 可是完全没有想起来呢, 不过, 既然他们有求于我, 那就好办了。 我看着他们, 倒, 可以, 但我有几个条件。 沈彦辰立刻说, 我们不可能把念念送回那样的家庭。 我问她, 哪样的家庭? 她说不出话来。 我笑了, 略带嘲讽, 说, 你也知道她家里虐待成性啊。 我以为你不知道呢。 沈彦辰没说话。 我说, 你放心, 没指望你们能把她送回去, 但我有别的要求, 你们满足, 我就可以配行。 沈家的人全都看着我。 沈彦辰问, 你有什么要求? 我问, 刚刚是你们说, 沈亿是我的亲弟弟, 那你们也承认, 我是你们的亲生女儿, 还有亲妹妹了。 尽管不想承认, 但沈父沈母还是道, 那当然。 我看向沈彦辰, 那你呢? 沈彦辰脸色不好, 我没说你不是。 我又看向, 被我砸破了头, 还非要跟过来的沈念念, 那你呢? 这么想我回家, 就是要把我的身份还给我了。 还是说, 根本没有打算还给我。 这会儿, 周围聚集了不少人, 大家都指指点点。 沈念念看看沈家父母, 以及沈艳辰, 垂谋, 自然是要还给姐姐的。 我将刚刚问话的时候, 录音的手机抬起来, 举到他们面前, 播放了一遍, 既然大家都承认我亲生的, 那就好办了。 我有三个要求。 第一, 他现在拥有的一切, 都要给我。 第二, 我要和他上同一所学校, 坐在同桌。 第三, 我要你们召开记者招待会, 宣布我的身份。 我把亲生两个字, 咬得很重。 而我每说一个字, 沈家的人脸色就铁青一分, 包括那个小儿子沈亿。 沈艳辰说, 宋瑶芝, 你别太过分。 沈亿也说, 姐姐已经做了沈家十几年的千金, 现在对外公布, 她怎么受得了? 我笑了, 双手还胸, 说, 那大家怎么没想过我受不受得了? 大家都不说话, 装哑巴是吧? 我说, 看来, 大家都没将我当成亲生的吗? 连个身份都不愿意还给我, 那刚刚干嘛说她, 是我亲弟弟, 还要我给她捐骨髓, 不捐我就是桑尽天良。 这个, 很疼得好不好? 大家脸色都变了几遍, 我又看着沈念念, 摇了摇手机, 那你怎么想的呢? 还是说, 你刚刚都是在骗我, 其实对我受的苦, 一点也不内疚, 反而是恨不得我死在外面。 你说那些话, 只是让我爸妈心疼你。 我顿了一下, 说, 再或者, 对你来说, 这个从小到大都维护你的弟弟的命, 还不如你的身份重要。 戴刚帽, 谁不会呢? 大家都朝着沈念念看过去。 沈念念咬着嘴唇, 手指在身侧脚紧, 有些无措, 最后只能咬牙道, 没有, 当然是要还给姐姐的。 得到沈念念咬的回答, 沈念念咬说, 你以为念念像你这么歹毒? 沈母也说, 如果把她的身世说出去, 让别人知道她有那样的父母, 以后她还怎么见人? 瑶瑶, 我希望你们能像姐妹一样好好相处。 我轻笑了一声, 沈念念说, 你笑什么? 我将衣服脱了, 在医院里, 大庭广众之下, 只穿一件内衣。 沈念诚怒道, 你干什么? 但很快, 她就不说话了。 因为我身上, 昨晚被沈念念的父母, 全打脚踢过, 头撞在砖头上, 被撞死了。 可见她身上的伤有多恐怖。 而那个时候, 她还满心欢喜地以为, 找到了自己的亲生父母, 就不会再受委屈。 那个可怜的孩子, 这辈子从生到死, 也没被人好好疼过。 不过没关系, 我疼她。 我看着沈家人的脸色, 笑了, 又直视着沈母, 说, 妈妈, 你说你奇怪不奇怪, 你十月怀胎辛辛苦苦生下来的孩子, 这十七年来, 被你养女的父母和哥哥差点打死, 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 你却像养个公主一样, 将她们的女儿奉为掌上明珠, 我打她一下, 你们将我当成仇人似的, 可是过去十多年, 我每一天, 都是这么过来的呢? 你们找到我, 嫌弃我脏, 可这是我这辈子, 过得最轻松的一天, 因为他们以为我死了, 放过了我。 我的话一说完, 他们静了一瞬, 我直视着他们, 怎么? 现在怎么不说话了? 是生性不爱说吗? 沈念念见, 大家都看着, 赶紧捂住头, 刚想要喊头疼。 我一巴掌朝他扇过去, 老子卖惨的时候, 你少在这里给我添堵。 打完我看着动怒的沈彦辰, 这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 我相信哥哥你不会计较的吧? 沈彦辰脸色被憋得清黑, 可是看着我身上的伤, 又不好发作。 最终还是沈母掀开的口, 我知道你很苦, 但念念是我们养了十几年的女儿, 和亲生的有什么区别, 她什么都不知道。 我笑了笑, 懒得费口舌了, 你放心, 到时候我会告诉所有人, 沈念念依旧是沈家的千金, 我们情同手足。 至于到时候怎么说, 那就是我的事情了。 为了沈彦的命, 他们最后也只能妥协。 可笑的是, 看到那么重的伤, 他们竟然也没有让我检查一下。 还是我先去做配刑的时候, 医生看着我身上的伤, 问要不要报警。 我说不用了, 我的亲生父母 根本不管我的死活, 但是能不能求你 帮我做个伤情报告。 那医生人还怪好的, 悄悄找人 帮我做了伤情鉴定报告。 但更可笑的是, 致死的伤, 验伤的时候却只达到了轻伤, 又找人帮我处理身上的伤。 等回到家, 饭桌上, 那一家人竟然用的是同一套碗筷, 而给我的是另外一套。 亲叔一目了然。 我看着沈念念的碗筷, 疑惑地问, 为什么我的碗筷不同? 难道只有你们是一家人? 沈念念咬着唇, 这是定制的。 可当初定制的时候, 应该是给他们亲生女儿的吧? 沈念念楚楚可怜, 可是, 我已经用了很多年。 我不等他说完, 就立马说, 那就是你不愿意还给我了咯。 你用了很多年, 就是你的了。 那你还叫了我父母十多年。 所以也准备自私地占为己有。 沈艳辰将碗筷往桌上一放, 你有完没完。 我戏谑地朝着他笑笑, 看着沈念念。 沈念念只能落着泪, 像是受尽了委屈, 姐姐要, 我就给姐姐。 可我凭什么吃他现成的? 我拿起来, 一不小心, 砰的一声, 摔碎了。 我说, 呀, 不好意思, 手抖, 没拿稳。 又重新拿起我的碗筷, 也不用公块, 开始吃起来。 他们一家人刚要加菜, 结果看到我吃东西, 估计还是嫌弃我脏, 竟然都不加。 我问, 你们不吃吗? 不吃那我吃完了, 这辈子没吃过这么好吃的呢。 于是我风卷残云, 将桌子上的饭菜吃了个干净。 他们低头一看, 脸上五彩缤纷。 晚上我又抢了沈念念的床。 洗完澡准备睡觉的时候, 却看到沈念念在沈艳辰面前 哭得梨花带雨, 姐姐好像很恨我, 要不然, 我还是出去住吧。 沈艳辰抱着她, 要出去, 也不会是你, 你放心, 等她捐了骨髓, 爸妈会给她找个地方住的。 我闻言, 立刻朝着两人拍了拍巴掌, 好算计。 他们两人一转头, 看到是我, 脸色一变。 沈念念就要为沈艳辰开脱, 说, 哥哥她。 我以着墙壁, 根本不给她说话的机会,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银行卡, 你还没给我吧? 沈艳辰最后扔给了我一张卡, 像扔给乞丐一样, 这里有十万, 你拿起用。 不过, 我还是接了。 人不吃接来之时, 但, 是钱的话, 我当然是要接下来。 又看向沈念念。 沈念念最后给了我一张卡, 我接了过来, 然后去她床上, 美美地睡了一觉。 第二天, 我就请了人, 跟着沈念念。 没想到, 竟然还真的跟出了点东西。 沈念念的养父母过来找她, 几人产生了激烈的冲突。 对方传来的视频里, 沈念念开口怒斥对方, 不是让你们解决她吗? 她为什么还活着? 这么点事都做不好, 你以为我会给你们钱。 我那养父母也很生气, 你猜猜, 如果我们告诉他们, 你早就知道他们的女儿在哪里, 在他们找到的前一刻, 想找人弄死她, 你还能不能坐稳 沈家大小街这个位置? 我看着这段视频, 有些玩味, 这下子, 有的完了。 我想了想, 又出去了一趟, 找了一个人, 找完后, 就回了沈家。 而没多久, 就有人不断地找沈念念要钱。 沈念念的亲生父母和哥哥, 也不断地过来找她, 胃口越来越大, 没几天, 就传出来, 沈念的亲生父母和哥哥, 死于意外。 当沈家父母带回这个消息的时候, 很怕沈念念接受不了。 沈母抱着她安慰, 我知道你心里难受, 如果难受, 就哭出来。 沈念念一边哭, 一边说, 我不难受, 他们, 他们这么虐待姐姐, 他们最有应得。 我看着手里的证据, 笑她演技真好。 不过, 我并不打算就这么让她玩玩, 毕竟, 还有这对父母和哥哥呢。 配型结果很快出来, 我的结果, 竟然意外地高。 一家人都很激动, 想立刻安排手术。 但我看着几人, 你们是不是忘了点什么? 他们彼此看了一眼。 我提醒这些健忘的人, 记者会呢。 我在沈家待了差不多一个星期, 这一个星期, 他们一直忍让着我。 我也了解到, 沈念念之前参加了一个舞蹈比赛, 得了第一名。 沈家本来想给她办个庆功宴, 但因为沈亿的病, 沈念念主动提出, 这一次不用办了。 现在找到了适合的配型, 沈家人高兴, 平时又都宠爱她, 自然是要给她办起来。 我没有阻止, 并且很贴心地将记者会安排在了她好处。 后面一天。 但沈念念大概是为了体现自己的大度, 主动说, 要不然就在当天吧。 其实我也知道她想的是什么。 反正记者会肯定是避免不了了, 她不是真千金的事情, 肯定要众所周知。 那还不如她主动提起, 搏一搏大家对她的好感度。 我当然不会拒绝, 但是我提了一个要求, 我要上学一个月后, 才肯同意给沈亿捐骨髓。 沈家的人当然不同意。 你弟弟的身体这么差, 你一点都不心疼他吗? 我说, 那我回来后, 你们闷过我身上的伤吗? 心疼过我吗? 谁知道我捐了骨髓后, 你们会不会给我转学? 他们拿我没办法, 只能同意。 而很快, 就到了庆功宴那天, 那天沈念念提出, 我和姐姐穿一样的衣服吧。 我懂, 她要表现姐妹情深呢。 只可惜, 她的如意算盘, 要落空了。 宴会现场当天, 他们应我的要求, 请了很多业内的记者。 首先是沈家父母说话, 然后才到沈念念。 沈念念先发表了获奖感言, 感谢了我的亲生父母。 然后才朝着大家宣布, 其实今天有一件事。 想要趁着这个机会, 向大家宣布, 我并不是沈家的女儿, 当年只是被报错的沈家洋女, 今天我要把她的身份还给她。 然后牵着我上台, 沈家人真的是每一步都在将她的伤害降到最低。 但他们大概以为, 像我这么穷的人, 能待在沈家, 已经是他们格外开恩。 我只会感恩戴德, 什么都只会隐忍下来。 但我看向下面乌鸦鸦的记者, 笑了。 我说, 大家好, 我是宋姚之, 也是沈氏总裁的亲生女儿, 我首先要感谢, 我有一对心地非常善良的亲生父母, 他们做了非常多的慈善, 帮助了非常多的人, 还分别有一个好哥哥和好弟弟, 以及多了个人美心善的异媚。 沈父沈母朝着我看着, 仿佛松了一口气。 我笑了笑, 说, 为什么要特别感谢他们呢? 这些场面话, 显然不能激起台下人的兴趣。 但紧接着, 我道, 因为这些年, 我被异媚的父母虐待毒打十多年, 被他们卖给村里的人, 让我给他们生孩子, 被他父亲拿去敌赌债。 但是我善良的父母并不计较, 还劝我别揪着不放, 让我和他们的女儿情同手足。 我父母让我捐骨髓给弟弟, 我以此为条件, 让沈念念把沈家千金的身份还给我。 我哥哥说我心思歹毒, 弟弟怕他做了十几年千金, 一旦恢复身份, 会受不了。 我的一妹就更善良和孝顺了, 她一边说着愧疚, 一边在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 就指责我不懂事, 让我父母闻到了酒店后厨的屋字味。 下面的记者一下子热闹起来, 沈家的父母像是才反应过来似的, 就要上来拦着我。 但记者将我围住, 根本不给他们机会, 一个劲地提问。 我将身上的衣服脱了, 露出身上这么久还没削的被殴打的痕迹, 又将伤情鉴定报告拿出来, 展示在大家面前, 说他们心心念念给沈念念办庆功宴, 还选择在这天公布我的身世。 可是他们至今不知道, 我七岁那年, 看着舞蹈室里有人跳舞, 我只是趴着看了一眼, 就被打断了一条腿, 留下了病根, 说我是见人生的见种, 哪里配学跳舞, 让我这辈子都没办法跳舞呢? 这个时候, 沈艳辰已经气疯了, 叫了保镖过来, 但是有什么关系呢? 我该说的, 已经说完了, 最后鞠躬道, 不过没关系, 我会按照父母的安排, 和她做亲姐妹的。 庆功宴当天, 关于沈氏的新闻, 就上了热搜。 沈念念当场晕了过去, 不知道是真晕还是假晕, 沈家的人急得不行, 赶紧将她送去医院, 而我也不再接受媒体的采访, 只将所有的鉴定报告, 发在了网上。 网上更是闹得沸沸扬扬, 对沈念念和沈家的人骂声一片, 这对父母有毒吧, 还和平相处, 情同姐妹, 这和畜生有什么区别? 天哪, 这是什么三观? 还非要在沈念念的庆功宴上认亲? 这不是在自己亲生女儿身上撒盐吗? 自己做慈善, 却这样对待自己的亲生女儿, 我没看错吧? 这样的人, 还能成为大慈善家, 建议查一查这对夫妻, 还有这两个哥哥, 是魔鬼吧? 这一家人, 真是绝了, 自己的亲生女儿和妹妹不要, 非要护着虐待自己女儿的仇人的孩子。 沈念念也不是个好东西, 明知道自己的父母这么对养父母家的孩子, 竟然第一时间不是把身份让给她, 而是想和人家做姐妹。 脸呢? 网上还有很多骂得极其难听的话。 我翻了翻, 勾唇笑了笑。 接下来, 我们可是要上学了呢? 自从我在宴会说了那些话后, 沈家人都对我恨之入骨, 但又不得不容忍我。 而沈念念在医院住院了两天, 才回来。 沈母哭红了眼睛。 沈艳辰一股低气压, 她一把抓住我的手腕, 怒道, 你以为我真的不敢对付你。 我笑, 没关系啊, 只要你弟弟能等。 她拳头在身侧握紧, 你是不是非要把沈家折腾散了, 你才开心? 可是, 她有心疼过那个死了的孩子吗? 我说, 我可是按照你们说的做, 要和她做姐妹,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 而且, 我很疑惑, 你不是我的亲哥哥吗? 怎么能这么指责我? 你这样, 我可不敢给她捐骨髓了呀。 毕竟, 我怕捐了骨髓, 就要被你们害死呢。 她看了我许久, 眼眶心红, 最终松开了手。 而沈父沈母一直照顾着沈念念, 两个人憔悴了不少。 沈念念一周后, 才去上学, 和我坐同桌。 她一坐下, 就有人朝着她指着点点。 我天哪, 竟然还有脸来学校。 还坐在宋瑶芝的旁边, 见不见哪, 真的以为自己父母做的事情, 和她没关系啊。 甚至有人围着她, 殴打她。 这些人, 都是十七八的少年, 冲动又容易被人煽动情绪。 我一点也不同情。 毕竟, 有人因她而死了呢? 这天我回家, 刚好只有沈父在。 她大概是喝醉了, 我好心让庸人和我一起, 将她搀扶进了房间。 然后等庸人走后, 在她房间里翻了翻。 没想到, 还真翻到了点东西。 想了想, 拿了她的手机, 给沈念念发了一条信息。 她手机的密码, 我平时描到过, 就记下了。 等发完, 又倒了杯水, 给她喝。 又下去, 避开摄像头和庸人, 给沈念念的杯子里, 放了点东西。 大概十来分钟, 院子里传来车子的声音, 沈念念回家后, 有喝水的习惯。 我亲眼看见她喝了水, 上到楼上, 听到她进门, 喊了一声, 爸。 然后走过去, 将门从外面给锁死了。 楼上是私人空间, 保姆一般并不会上来, 沈念念刚开始还拍门, 后来就不再拍了。 我将房门打开, 下了楼, 让庸人给沈父去送水喝。 我刚刚好像听到爸爸说口渴。 没多久, 我听到了庸人的尖叫声。 叫了一个庸人, 跟着一起上去, 庸人很快就打了沈母的电话。 沈母回来的时候, 沈念念都还没清醒, 她像是一脸无法接受。 一耳光, 朝着沈念念狠狠扇了过去。 沈念念哭着说, 妈, 不是这样的, 我没做过, 我是被陷害的, 有人在我杯子里放了东西。 她转头看我, 是不是你? 你这么恶毒, 肯定是你做的。 我奇怪地问, 可是你怎么会去爸爸的房间? 是我让你去的吗? 是她。 是爸爸发了信息给她。 她惊恐地看着我, 你拿爸爸的手机发了信息给我。 我说, 我根本不知道她手机密码。 皱了一下眉, 我像是想到了什么, 该不会是你怕爸妈迫于压力, 会把你赶出去, 所以想了这么个办法吧。 可是你直接爬沈艳成的床, 不就可以了吗? 沈念念眼神闪躲了一下, 看来她还真想过这个办法。 我说, 再说了, 是不是我去房间里搜搜, 看看谁有药, 不就成了吗? 要陷害她, 我当然要做棘手准备不适。 沈母果然, 从沈念念房间里搜索出了药, 她颤抖着, 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沈艳成也很快回来, 脸色阴沉看我。 我说, 你不会觉得, 又是我做的吧? 怎么? 人证物证都在, 你还要怀疑我? 可不管他们怀不怀疑我, 信息都是沈父发出去的。 沈母和沈父, 已经生了嫌隙, 她看着沈念念, 过去扯着她的头发撕打, 果然什么样的父母, 生什么样的孩子, 我就不该留着你。 沈艳成将她拉开, 妈, 你冷静点。 沈父则是根本没有记忆, 而我, 有庸人替我作证。 不过, 无论结果如何, 沈念念必定不能再留在沈家。 沈念念被赶出去的时候, 死死盯着我, 沈艳成似乎也怀疑我。 可是, 那又怎么样呢? 她已经被赶出去了, 但是, 这还没完呢。 沈念念赶出去后, 沈家气氛, 一落千丈。 沈艳成即便是怀疑我, 却还要顾及沈亿的病。 而我, 却找到了沈念念, 她要朝着我扑过来, 但很快, 就被人控制住了。 我看着她, 笑了笑, 说, 怎么样? 这滋味, 好受吗? 沈念念说, 我不会放过你的。 我则给她看了几条视频, 全是她当初要害死我, 以及害死她父母的证据。 她脸色惨白。 沈念念说, 你想干什么? 我道, 我要你像解决你父母一样, 解决掉沈艳成, 这些证据, 我就还给你。 你以为我会信你? 等我解决掉它, 你立马就会对付我。 我只是看着她, 信不信有你啊, 你照我说的做, 还能苟言残喘, 赌一把, 但如果不照我说的做, 你明天就会坐牢呢? 沈念念说, 你以为我告诉我哥, 他会放过你。 我把这个视频给她看, 你觉得, 她是会信我, 还是会信你? 沈念念脸色惨白, 我说, 我只给你一个星期的时间, 而现在, 沈艳成对她, 依旧是心软的, 她要下手, 并不是什么难事。 我等了一个星期, 这一个星期, 沈母竟然对我, 没有以前那么生疏了, 常常会看着我发呆, 但我只是浅浅对她笑笑。 而一个星期后, 沈家接到了一通电话, 沈艳成开车, 发生了连环追尾, 进医院的时候, 人已经断气, 沈父沈母, 一下子跪了下来, 我跟着他们一起去医院, 果然看到了沈艳成的尸体, 沈母直接晕了过去, 沈父一夜之间, 像是苍老了十岁。 回家后, 我则趁乱, 将沈念念的那些视频, 放在了沈艳成的房间里。 庸人去整理遗物的时候, 发现了里面的视频。 沈父沈母, 一瞬间怒不可遏。 大概应该能想到, 沈艳成发现了这些东西, 过去找她对质, 却被沈念念害死。 沈艳成出世前, 还有和她的通话记录。 沈念念被逮捕的时候, 看着我是她。 你不是说会放过我吗? 你骗我。 我茫然地看着她, 你在说什么? 沈母再一次, 一耳光朝着她删了过去, 艳成对你那么好, 你也能对她下手。 沈念念封了一样, 送瑶芝。 你骗我。 沈父沈母当然不会放过她, 请了最专业的律师团队。 而我, 在沈念念被定罪的时候, 将一份检举材料送了上去。 他们这些企业家, 又怎么可能真的手脚干净呢? 很快, 就有人过来调查沈氏。 沈父沈母还没走出丧子之痛, 以及养女害死自己儿子的事实, 就要面对公司巨大的压力。 他们每次回家, 我都会给两人准备一杯温开水。 两人看着我, 眼底渐渐地有泪, 有愧疚。 沈母甚至经常拉着我的手, 说, 对不起, 是妈妈的错。 我只是浅浅地笑, 对不起, 太轻了。 而这个时候, 医院里, 沈亿的病情加重, 骨髓移植的事情, 刻不容缓。 沈父沈母让我跟着一起去医院, 我似笑非笑地看着梁老, 我只是答应配刑, 可没答应捐骨髓, 爸、 妈,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沈父皱眉, 沈母说, 瑶瑶, 他是你弟弟。 是吗? 我歪着头看他, 可是之前, 您将我当成您的女儿了吗? 我受苦了十多年, 您有问过我疼不疼吗? 沈父沈母, 脸色惨白。 我笑, 视频二老也看了吧? 如果不是我命大, 在你们找到我的前一天晚上, 我就已经死了呢, 当时我那么绝望, 以为找到二老, 我就可以有父母疼爱, 可结果呢? 沈父说, 是我们的错。 我摇摇头, 无所谓了, 他不会在意了, 而我, 绝不会给他换骨髓。 我要让他们, 日日夜夜, 品味丧子之痛。 后继, 沈亿的病情, 第二年春天, 没有控制住, 也始终没有, 找到合适的骨髓。 最终死在了医院里, 沈父沈母, 接连遭遇丧子之痛, 一夜之间, 像是老了十岁。 沈氏集团, 也一落千丈, 濒临破产。 而因为沈父和沈念念之间的事情, 两人成了一对互相怨怪的夫妻, 这一生都在痛苦和悔恨中度过。